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出了一本书 书就是一个像《续言》这一段 那时候是习上来已经两年了 将近三年了 从12年年底到15年年底 就怎么说是微入累卵呢 就从一个角度看 当时习的情况 中共的情况可以说是非常危机 官场人人自危 右派人心尽失 左派蠢蠢欲动 富人纷纷移民 这危险的一面 换一个角度 似乎他手上就是一手好派 比如说经济世界第二 美俄自古不暇 党内要求民主 人民希望宪政 当然我们知道十八大以后 中国精英的好日子过完了 尤其是贪官 就中国进入了一个官不了身的时代 什么叫官场人人自危呢 你知道昨天是薄熙来 我今天学在后 明天周永康 那后天是谁呢 就一夜之间 中国的官员 由世界上最幸福的一批人 变为了最可怜的一批人 就由于双规 现在叫滞留 就他们的权利呢 甚至不如普通百姓 就普通百姓呢 犯了事以后呢 他有一个法规 比如说24个小时啊 比如说可以探视权啊等等 而这党员们 就官们呢 出了事以后 往往直连家属都不知道 因为那不是国法 是家规 是共产党的家规 让这官场人人自危 什么叫右派人心尽失呢 习上来三年之后 最初对他有幻想的 一批自由派人士呢 基本上都是 抛弃幻想准备斗争了 其实今天 更有为甚 那个时候呢 最初 希望他就是走蒋经过的路 希望他 就开放党禁报警 这想法呢 都没有实现 当时发生了709的律师案 还有呢 就是中央文件 气不讲等等 所以右派呢 对他都丧失信心了 不再保希望 所谓的左派呢 蠢蠢欲动的 就当时 各种各样的呢 关于王伟光啊 杨小青啊 写东西就是大谈的专政 反对宪政 这左派的一些动作 当然还没有再更后面的呢 提出就共富啊 就是石油企业退场 这还没有提出来 但当时已经提了不少了 但那富人纷纷移民 那个时候已经有了 那今天可以说呢 也是更厉害 所以这是危险的一面 但换一个角度呢 似乎又是一艘好牌 当时中国经济呢 在2015年 已经是世界第二 如果按照PPP计算 就购买力评价计算 14年年底 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了 这个呢 不是中国自己吹出来的 而是像美国中央情报局 世界银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都认为呢 中国经济 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 已经超过了美国 那美额自额不暇呢 自顾不暇 他当时还没有核武战争 但是俄罗斯呢当时很衰败 美国呢自己有很多的麻烦 主要是当时马上要面临一次大选 内部很乱 这时候党的要求民主 这个护生一直有 当时呢也可以说是很强 最后人民希望宪政 因为这么多年 在毛泽东的无法无天的下面啊 无论是文革也好 改革也好 当时都已经走到了 就大家希望稳定了 希望有规矩了 从八十年代的三横文学 到九十年代的成功学 再到零零年的腐败 实际上到了十八大以后啊 人们是希望稳定 希望立规了 不光是党要立规 军队要立规 包括人民 包括股市 都该立规了 所以人民希望宪政 然而正在这种情况下呢 实际上就限制有了希望 就一边是危险 一边是希望 就如果说贪婪是促进了中国 过去三十年的经济的发展 那恐惧呢 则为未来的 宪政铺平了道路 光是有自由派人士 维权人士 异议人士的恐惧呢 还不够 还必须有 广大的经营集团的 或者说官员们的恐惧 因为只有这样 宪政才能成为共识 有人们知道文革以后 彭真和一些老干部 热衷于制定八二宪法 保护公民的权利 其根本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在文革中呢 被迫害 那么深感没有法治的悲哀 刘道奇在反右时候呢 没想起宪法 世青的时候呢 也没想起宪法 而文革中呢 却拿起了宪法 应该也是处于同样的原因 那第一段呢就讲 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最怕的是什么 就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面提过 讽刺的是呢 就今天的中共啊 最怕的 恰恰就是共产主义 就改革以后 中共其实呢 很快的是从党国 向军国转化 所谓党国呢 指的是什么呢 是意识形态治国 典型是毛泽东时代 在毛泽东时代 如果要发生陈光臣事件的话 我想他不会呢 跑到美国大使馆去 他会呢 到北京去找毛泽东告状 就那个时候 咱们是相信这个政权的 他的主义也好 他的信仰也好 主义来控制这个国家 他不需要军队 不需要警察 那个时候你说中国是个警察国家 其实是不正确的 至少不准确吧 就中国历史 近代史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 就新汉革命以后呢 先是孙中山的民国 然后呢是袁世凯的军国 所以五富治国 最后呢 是蒋介石的党国 这天下的事啊 很多恐怕就从哪来 最后还从哪回去 毛泽东是靠信仰治国 现在信仰没有 靠着什么呢 靠着金钱和实力 于建荣先生曾经说过 他凡是能用人民币解决的矛盾 都是人民内部矛盾 那人民币解决不了的呢 恐怕才会用 坦克和监狱 与毛泽东时代的党国相比 今天的中国呢 就是更像军国 当然并不纯粹了 哪一天局面彻底失控 再来一次六四 全国军管 那个时候就纯粹了 但是把今天的中国称为党国 我一个朋友呢 就像博树啊 韦东很喜欢用这个词 我认为是用词不当 就实际上哪里有没有信仰的党国 西多德是党国 毛泽东时代呢 也可以叫党国 党国有两个基本条件 一个是严命的纪律 一个是坚定的信仰 这两点呢 今天中国都没有 如果说党国只知信仰 中共今天最缺乏的就是信仰 如果说党国的定义呢 是执政党不想下台 那哪一个执政党又想下台 今天的中国共产党 已经完成了从革命党 到执政党的转变 过去的共产党呢 今天实际上更准确说呢 更像一个地产党 一个资产党 中共一打土豪起家 但现在呢 是中国最大的土地占有者 可以说最大土豪 他以消灭私有制为己任 结果呢 变成最大的资本家 就代表着土地集团 和资本集团的利益 中共的既得利益集团 是身家亿万 而且呢都来路不明 他们其实最怕的就是共产 我们知道改革呢 是在共产党里面 它进行的 这有点像呢 小保姆呢 在家里面搞改革 把自己呢最后登堂入室 改成了胖祖父 说起来呢 似乎是没有道理 但你仔细想想呢 改革是在小保姆的领导下进行的 进水楼台先得益 最后那个结果呢 也非常合乎逻辑 所以说今天的中国呢 中共共产党变成了最大的土地所有者 最大的资本所有者 也就是说呢 阿Q从革命开始 最后变成了赵太爷 就这是历史的讽刺 但也是历史的必然 就阿Q革命 赵太爷立宪 在古今中外盖某人外 都是这么一个道理 革命呢 是穷人的节日 而立宪立规是富人的本能 黄二代蔡小鹏说 如果革命是无产节日的 的话那么改革就是有产者的舞台 他把自己定义为有产者 主张了告别革命 拥抱改革 鼓吹宪政 蔡是个明白人 他知道自己是谁 也知道自己要什么 就十八大刚完的时候 三年以前 执政之初 习面临的 其实是三个 三项任务 在当时看来几乎都是不可能的 但他至少呢 他两件的干扯 第一件反腐 他当时想法呢 是以反腐来收拾民心 第二呢 以强国来收拾军心 最后呢 是以党内民主 我当时希望是选举 最后并没有呢 真正的发生 但来收拾党心 在九年前 我写这个文章的时候呢 我当时认为呢 就是三公以弊其二 就明星当时就收拾住了 军队也管住了 剩下呢 就是党内民主了 而通过党内民主呢 竞选实现连任 打破十年任期制 是习要干的下一件事 他确实干了这件事 但是通过做的呢 并不是我所期待的呢 就实现真正意义上的 党内选举 而是呢 以修宪的方式 当然也选举了 不过那个选举 你要说真 还真是要打个问号 就百分之百的通过 第二节呢 就是习近平 可能在任期内 实行民主选举 就我这个说法呢 九年以前的呢 应该说没有实现 至少没有真正的实现 我当时文章是这样写的 说习近平呢 不仅改变了 各自为政 九龙治水的权力结构 很可能 他还会改变 未来的接班程序 毛泽东实行了终身制 邓小平呢 改为指定制 而且还是隔代之地方 而随着权威的递解 指定制在十七大厂 受到挑战 演变为了党内的高层选举 或者高层评议 当时没用选举这个词 一据周润金的披露 也就是黄普平 他说当时那个评议呢 是由曾庆红设计 胡锦涛监票 按照一人一票的原则 进行党内的一次高层的摸底 就中央当时是在63岁的 正部级干部 和军队大政 政大军区 干部中的按信息笔划 排列了近200人的符合条件的名单 当场一人一票 选出了习近平 李克强为首的18大的领导班子 这是个真实的情况 后来在很多其他地方 也都证实了 就怎么想起有这么一个 十七大上的一个选举呢 我们知道习近平在15大的时候 他是在 中央候补委员的最后一名 可以说在权力的边缘的边缘 但为什么到十七大的时候呢 他成为第一名呢 那中间就有一个呢 所谓的团派吧 和上海帮的一个争斗 当时李克强是希望呢 由胡锦涛是希望李克强接班 似乎在十七大以前 这也是个既定的一个事实 而上海的呢 他们其实呢 不希望李克强接班 在江泽民当时要退位的时候呢 他甚至不希望呢 胡锦涛接班 当时他想的人是曾庆红 但这个并没有实现 所以后来呢 相似不下的情况下 大家就找了一个呢 双方都能接受的人 这就是纪纳的习近平了 二岁习近平的位置不是他真来的 他真是躺着得赖的 就双方相似不下 最后呢觉得他都是 可以接受的人 就这样出来了 而为什么会有一个党内的200人 的这么一个名单呢 这个名单实际上大家 看一下你很清楚 就是中央委员的名单 基本上这个级别的 200个中央委员 那 而这种选举的方法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呢 其实跟教皇的方式啊 选教皇的呢 有 一曲同工之处 我们知道江泽民曾经派出几次呢 派人包括王沪宁啊 刘鹤这些 刘吉这些 到 北欧去考察北欧的社会主义 考察期间 其实他们就看到了 就教皇这一千多年他们的那个是怎么选出来的 他的接班顺序是什么 就教皇是没有接班人的 他不子弟也不遗传 而是什么呢 就每当一个老教皇死了以后 他就把全世界的红衣主教 但也是这么一两百人吧 刀到梵蒂冈去 关着门 内部投票 最后选出一个新的教皇 所以17大人的选举呢 有点像这种 我想也是至少 汲取了教皇的牵连的纪念 也挺稳定的 那么胡锦涛 下来之后呢 习上来 他们的政策就有一个根本的不同 就依反 胡温的不折腾的既定方针 习上来以后 就是我这是在15年以前了 就是我写的文章以前 就抓了一个呢 前任的常委 周永康 就抓了两个呢 军委副主席 徐太后和郭伯雄 上百名的省部级官员 到现在就更多了 现在抓了差不多400多名 省部级的 就胡温两个人呢 他们可以混 其实两个人的名字 连读一下也是个混字 他们的治国方针呢 也是三个字不折腾 但习可不是这样 他想折腾 他不想混 当时的习呢 是升任了九个组长 就像呢 身上挂了九个手雷 整个就是赶紫队队长 这就为什么呢 我在这篇文章里面 原话我这样讲的 我反腐搞到现在这个地步 不要说有其他的理想抱负 想做的事了 就是从生存这一条说 习已经没有退路了 他不想退 也不能退 他周围的人呢 也不会让他退 两届之后连任 基本是个定局 那这个猜测呢 倒没有错 这是15年年底的 我们知道18年的3月呢 他确实连任了 但这个连任呢 他更多是通过修宪连任的 而不是通过选举 但选举永远有 真假的 大家自己可以去辨别 就从这一前提出发 就是两届之后连任的前提出发呢 我认为啊 就即使从自身利益出发 习呢 也会考虑 在连任的时候呢 实行民主选举 这个我再说一遍 并没有真实的发生 为什么我这样认为呢 选举呢 既是亲屎流民的冲动 也是呢 继续执政的需要 两届之后不下台 你总得有个说法吧 就你既不能像江泽民那样呢 赖纳不走 江泽民当时是呢 说扶上马送一城 把又待了20个月 有个军委办公室 还军委主席他站着 所以既不能像江泽民那样 那不好看 那你又不能呢 学袁世凯 你干脆撑地了 那是1915年的故事 就更不可能呢 就天下大乱再打一次吧 谁打得过 谁就 做那个主席 做那个总书记 这都不对 对吧 所以最好的做法呢 我当时这样认为 就是选举 就党内的民族选举 就跟那个教皇选一样 当时那个可以扩大一些 就不再是200个中央委员 可以是2000个呢 党代会的代表 或者更多一些的 20万个 听局局的干部等等吧 就通过这种党内的选举呢 就习不仅可以合法的连任 他还可以抢占政治的先机 展开下一步的宪政改革 我们知道蒋经国把反对派 关进了监狱 但是呢 就把他们的纲领 他们的提法呢 基本都接受了 都实行了 就多年之后 这一反对派呢 就建议你们出来 被人遗忘 成了废人 病人 而蒋经国呢 却成了伟人 台湾的民主之父 这说起来呢 是蒋经国 不是雷震 也不是叶海光 和其他的一些人 雷震出狱 他60年进去了 70年出来 这第一时间呢 他就买了一本杂志 看完之后 感叹着说 十年的牢白做 所以蒋经国把他想做的事 都做了 但没有给他专利 所以说什么是蒋经国主义呢 在我看来这就是 他的具体的表述 就说即使搞民主 也要我来搞 就不能让你们这帮孙子 来宣兵夺主 所以人民对蒋经国 有很多解释 但我觉得这种解释 恐怕更接近真实的 是蒋经国 我们知道他是特务起家 手上是沾满了鲜血 而习呢 从来没有特务起家 他是被迫害 手上到至今也没有血 所以他的情况呢 比蒋经国好的多 有人说他应该学蒋经国 我倒认为 做了习近平 何必再做呢 蒋经国 就更重要的是 就民主这一条 他是时代的潮流 不管他有多少问题 人们还就认这面气 就这面气共产党不打 别人就会打 反对派就会打 就那个时候中共是既无前途 也无退路 就将走上一条的历史的不归路 所以当时那篇文章最后的 这一段结束呢 我就认为呢 顺应潮流 党主立宪 党内呢 民主选举 是习最好的选择 他没有完全做 但是呢 连任这一点呢 我没有猜错 记得当时呢 习到美国来 他的那个打前站的呢 是耿彪的小孩耿志远 有朋友问他 他说 有人认为呢 习不会 当时也是15年的时候 两人之后呢 不会下台 会连任 你觉得怎么样 据说他的回答是呢 没有正面回答 而是说呢 是啊 事情干不完啊 三 把贪官送进监狱 把反动派 反对派呢 送进政协 长期以来 中国情况呢 是有宪法 无宪政 对这一点 执政党可以说是 难辞其咎 而根本原因呢 还是历史的惯性 就人们知道 毛泽东是迷信阶级斗争的 就专政还来不及呢 他哪里会想什么宪政 而刘少奇呢 是相信这个党这个机器的 他是以党治国 反右他比谁都积极 对吧 后面的世青 文革初期呢 抓鱿鱼 但是毛泽东的思想呢 文革是整走之判 就运动的重点是整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 当权派 而刘少奇呢 他想转移目标 派工作组抓鱿鱼 他所以也不相信什么宪政 那文革之后呢 就彭真啊 一大批老干部 从清政里面出来 痛定失痛 开始想起了宪政 搞了个巴尔宪法 希望呢 保护公民的权利 依法治国 不要再折腾 但历史的惯性太大 不到一年 戴小平老子一热 又开始搞了运动 就叫严打 当时全国逮捕了一百多万人 两万多人被判处死刑 按照今天的标准 应该绝大部分都是冤枉 两年之后1985年 就目睹自己制定的宪法呢 被践踏 时任人大委员党的彭真 在记者问他的时候 说党大还是法大 他回答是说呢 他说实话 这个问题我也说不清楚 作为巴尔宪法的制定者 应该说彭真当然清楚 秦成十年 这个第一个喊出了 就这位 第一个喊出了毛泽以万岁的中共领导人 已经是大彻大悟了 中共要有未来 中国要不折腾 只有实行 宪政 这件事中共不做 别人就会做 那个时候中共 让万劫不复 不会再有机会 宪政呢 需要朝野上下的努力 共同的努力 他不是一方可以做成的 美国宪政之父 Madison曾经说过了 他说一个宪政政府 一个好的政府呢 他有两个功能 第一 管住那些该管的人 原文是呢 governed 管住那些该管的老百姓 第二呢 governed itself 管好自己 也就是说上必须呢 防止权力的任性 不要自自己的法律而不顾 而下呢 就老百姓这一方 反对派这一方呢 就必须警惕呢 有野心的冲动 学会呢 做忠诚的反对派 中国的悲剧就是呢 大家都做不到 权力造就任性 野心呢 人就冲动 看一下西方历史的 布兰特出了这么一个结论 其实宪政呢 是迄今为止 人类发明的最稳定的一种政治制度 就建立宪政 不仅需要自商 还需要自信 就胡温呢 是不自信 把贪官送进了政协 把反对派呢 送进了监狱 而现在呢是部分执行 把两者呢都送进了监狱 就真正的执行 应该是呢 把贪官送进政协 监狱把反对派呢 送进政协 其实在八十年代上个世纪 胡德平 邓普方 他们曾经呢 跟我一个朋友叫何卫林的 商量过一个 就是把反对派呢 送到政协去 他们当时呢 找的第一个人呢 就是我们现在经常 在节目里面出现的胡平 这个胡平讲 如果你呢 当时何卫林就找到胡平 如果你愿意的话呢 我们可以想办法 让你进政协 让你参政议政 有一点后来的核心 就当时给胡平一时间考虑 就读过何卫林的回忆录的人 应该都知道这一段 我就不多说了 那这要下面呢 第四就是 党主立宪 是中国政治走出丛林的途径 甚至可以说唯一的途径 就是十八届呢 四中全会 是一件划时代的事 这四中全会呢 当时是两万六千字 一百八十条 就如果按照那个座的话 可以说中国就走上了正路 从过去的无法无天 就某种时代的 rule without law 到今天的呢 rule by law 依法治国 当时提的口号 再到未来呢 自由派的最喜欢的工资 rule of the law 法治天下 这实际上是个过程 就像成民不可能一夜之间变成公民一样 一个无法无天的国家呢 也不会一夜之间呢 就变为一个法治天下 就法治是一种生活方式 它需要时间 就十八大 四中全会以前 一些左派的呢 像王伟光啊 两小七呢 他们公开的反对 显得主张专政 四中全会呢 否定了他们的道路 把依法治国定为国策 四中全会的两千六百次的决议呢 显然不是作秀 然而呢 这个时候的工资 已经不再相信共产党 诚意了 他们认为习近平推行的呢 充斥量呢 只是 行制 秦始皇帝的 固立那种法治 而非他们希望的 rule of law 就纠结于党大 还是法大的争论 他们不明白 就即使在君主立宪的英国 就军权最初也是大于法权的 这又通过了长期的较量和博弈呢 军权的逐渐虚化 法权呢 慢慢语意丰满 最后有了今天的局面 就中国政治走出丛林的 唯一途径 其实就是呢 依法治国 就是党主立宪 党主立宪和君主立宪 没有本质的区别 皇帝依法治国 就是君主立宪 共产党依法治国 就是党主立宪 有人说党主立宪没先例 是有火谋皮 不靠谱 这个说法不错 确实没先例 但问题在于啊 就民主立宪 就靠谱了吗 恐怕更不靠谱 因为在中间还隔着一个呢 推翻共产党的问题 你怎么推翻 推翻之后呢 还有另外一个更大的问题 就是成功的革命党 是否会自食其言的问题 我们知道列宁自食其言 孙中山也自食其言 毛泽东也不例外 那凭什么希望呢 下一个 推翻共产党的革命党 就不会自食其言 他们就会限制自己的权利 就现在的工资呢 自由派都喜欢说呢 我们跟他们不一样 既得利益集团呢 不会放弃自己的利益 所以党主立宪不可 那如果这 说法成立的话 那 你们成功了以后 不也是新的 统治的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呢 那别人不会放弃 你怎么会放弃呢 你为什么跟别人有不同呢 就如果你也不会放弃 那推翻他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实际上呢 应该承认 既得利益集团 是会放弃自我利益的 在一定的情况下 就赵太远呢 是会立宪的 是会立规的 就民主派希望结束共产党 民主立宪 而习近平呢 希望了强化共产党的领导 我称之为党主立宪 这主题都是立宪 问题在谁来立宪 而底线呢 向他的很远 我们知道呢 孙中山反对呢 清朝的君主立宪 他说那假的 晚了 只有革命才是 解决中国问题的道路 但他成功以后呢 他自己呢 也开始要 军政训政 最后才宪政 到时也没走到宪政的条路 那现在一样 反对派也说呢 共产党那些地规啊 法治啊是假的 晚了 那什么是真的呢 实际上就是呢 你下了我上去那是真的 就无论是当年的君主立宪 还是今天的党主立宪 反对派都不会喜欢 他们要的呢 实际上是我主立宪 我上去才是真的 其他都是假的 所以双方的底线呢 向他很远 想的也是完全不一样 一边呢 想的是什么呢 就灭此朝食 取而代之 另一边想的什么呢 是跳出周期立 千秋万代 其实跳出周期立 你仔细想一下 他的 换句话说 就是千秋万代 只不过说呢 你以前没找到那条路 所以你们都灭亡了 而我找到那条路了 我就不会再灭亡 就永远是我了 其实要真能千秋万代的话 那从秦始皇那一代 恐怕人家就开始做了 就没后面的什么故事了 应该是做不到的 而幸运的是 中国那种的 就反对派也好 死磕派也好 只是极少数 沉默的大多数 并不想革命 他们不想再轮回 今天人们妄议中央 恰恰是因为 他们对中央还抱有希望 就记住我这句话 还是9年以前的话 我们今天之所以 还在这儿讨论宪政 就是因为共产党 立宪还有可能 否则我们又何必讨论宪政 讨论革命不是更有意义吗 至于千秋万代 那只是一个梦 那是历代帝王的一个梦 也是今天一些红二代的梦 俗话说人身不满百 常怀千岁优 就大权在握的时候 不想退出历史舞台 这人之长期 换水恐怕都一样 然而呢 一个人力保养的再好 也不可能活两百岁 这是自然界的铁律 没有人可以预约 就宪政不能保证功能 哪千秋万代 但是还保证呢 他会呢 顺利接班 体面退场 就换句话说 党内民主成功之日 就是一党专政的结束之时 那个时候共产党呢 就党内民主从消失的 中国共产党 给了中国一条出路 也给了自己一条退路 而实行这一条路的人呢 他有一条 千秋不朽的路 就历史上 他会留下这么一个 他的痕迹 就像拉布伦说 把他一生最大的攻击呢 是留下了一部 民法典 不是他的四十字的大声章 也不是他灭了十几个亡国 滑铁路把一切都离去了 那个亡国也都复毙了 所以当时我是非常希望呢 中国呢 会走上这条路 会立一步呢 中国的民法典 这个民法典确实也出来了 几年以前 但是并没有我想象那样的 影响和意义吧 就从某种意义上说 美国 两百五十年以前的支宪会议 也是一次成功的党主立宪 1787年 55个反叛者 后来成为国父 就他们所组成的 华盛顿革命党的费城 开了一百多天的会议 立了这么一部宪法 当时在宪法立的时候呢 参与者没有反对派 就没有像被赶走的那英国的那种 Loyalist 就保护党人 但也没有呢 底层的 那种 要求民主的人 比如说托马斯·潘恩 Henry Patrick 这都没有参加 被排挤在 权力之外 就是华盛顿和他一兄哥们 他们自己立宪 自己行宪 没有保护民主派的参与 没有保护党的分享 就创立了这么一个国家 这么一部宪法 这个国家呢 最后呢 变成了两党制 那是很多年以后的事 当时分为了联邦党和反联邦党 后来又变成今天民主党和共和党 就这种分裂的方式呢 最后在日本又发生过 就今天日本的两党制呢 也是从战后的自民党 分裂下来 所以我是希望呢 我现在也认为 中国是有可能 从共产党本身呢 分裂成了 两个不同的派别 而又在同一个宪法的 框架之下 就像美国的两党 甚至可以更多 但现在看来呢 并不是很 没有现实的可及 因为中国你真要分的话 凭什么是两党 台湾开放党 进一夜之间 有400个党 中国要开放党进的话 恐怕1000个党打不住 那个时候你就不要搞建设了 天天就党争就是了 所以今天中国呢 很有可能 他还会是一党专政 但一党专政 没有反对党 他就会犯错误 他就会任性 这个时候我倒是希望于什么呢 某种人希望于美国 谁说中国没有反对派 没有反对党 其实美国就是中国的反对党 包括海外的民运 天天在批评中国 骂中国 有对的有错的 但不停地挑错吧 这就是反对党的功能 就与其让内部呢 分成几块 天天打架 跟毛泽东话呢扯皮 你不如呢 让外部有个监督 至少在现实现刻呢 不是一种选择 五 就习近平有红二代 就要摆脱前任 二十年的权力布局 带领中国呢 走出三千年的噩梦 习当时呢 显然是没有足够的力量 我们知道他上来呢 靠的不是呢 雄太大略 更不是拉盲解派 他就没有派 要有派他就上不来 他靠的是什么呢 是无为而至 韬光养晦 当时各派力量都喜欢他 多少呢 是有些 谬托知己吧 左派喜欢他 希望他呢 回到毛泽东 右派喜欢他呢 希望他学习讲英国 元老喜欢他 觉得他呢 听话好控制 红二喜欢他 希望他提前接班 是希望他做小弟 就像当年一样的 跟着大哥呢 一起打架 一起发财 习似乎呢 是当时满足了所有的期待 但他上来以后呢 他不做傀儡 因为各派的多少 有把他当傀儡的心思 他不做傀儡 做了一系列的事 就有了今天的故事 就当时两年下了三年吧 到一五年的时候呢 他身边几乎已经没有什么 红二代的朋友了 那现在数一下呢 就更少了 因为现在刘亚洲也好 刘元也好 包括陈销路就都不在了 我当时写的时候呢 这些还都在 但那个时候已经 对他不是那么满意了 现在恐怕就更是了 所以走到今天 他身边就非常少的 今天可以说就只剩一个了 就张有侠 在一五年年底的时候呢 还有几个 就这些红二代呢 不腐败 有担当 就多数呢 也不再相信了共产主义 但是他们迷信权力 不愿意呢 与别人分享 分享这个政权 那就我们知道 中共90%以上的干部 官员是出身平民 因为没这么多红二代 那是非常小的一个贵族群体 这平民出身的官员 他们如果想要急于上位的话呢 至少在前30年的情况下 他没有其他的路 基本上就是 只能走邪门外道 那就买官啊 卖官啊 红二代呢 这不然 他们是可以躺着身冠的 就不逊 也不必腐败 红二代上位 告的是呢 拼爹 或者拼爷 比如说毛兴宇 陈志衙 他们的少将呢 肯定不是买来的 而刘元刘亚洲 他们升中将 升上将 我相信也没花一分钱 所以今天中国的官场啊 就不买官卖官 凭一份工资过日子 那基本就是个穷人 于是呢 一群两袖清风的 那可以打上引号了 红二代 就面对一群呢 富可敌国 买官欲决的官二代 就官一代吧 心中就不愤 就搞起了纪纪斗争 斗争呢 是在反腐的气质下 有真有假 有公愤 也有诗愿 基本逻辑就是 江山是我们父辈打下来的 维持不一 现在被你们呢 拿去卖钱 那再往深处一想 如果有一天 真的这个江山被祸害 垮了 一旦出事 那你们呢 是拍屁股走人吗 在瑞士提前 把美国呢 逍遥 留下我们这群红二代 被暴民清算 他气啊 更是不顺 所以就是卯足了劲呢 往死里打 欲拔而不累 习反腐 从军类反腐 但是刘源呢 是帮着他 打掉了一大群 军类的老虎 在政界呢 王岐山也帮着他 也打掉了一大批 到今天为止呢 可以说是将近500万 被整数的当政官员 中央委员就60多个 基本上三分之一 将军呢近200 省部级干部400多 那是历史上 从来没有过的 高烈度的反腐 所以二月和那家 曾经说过 他独变24史 没有见过这样反腐的 规模和烈度 然而对习来说 最危险的 恐怕就是陷入这种 宫廷权斗 难以自拔 就忘记了自己初衷 反腐是 以这种方式实际上是没有投的 因为腐败的不是制度决定的 它是人性决定的 任何情况下都有腐败 所谓的反腐永远在路上 这种提法呢 照看是非常危险 先养大权后春大业 那无疑是习的想法 恐怕他今天也这样想 但这个大权已经在手了 大业呢 似乎还看不到 因为问题在哪儿 出在哪儿 就在一个利益 日趋多元的一个社会中 有些事 不能这样做的 就排 不可通吃 就全内 也不能进展 必须给别人留下余地 就网开一面 自己活也让别人活 这是宪政的前提 也是民主政治的 基本的一个要求 那种不给别人留活路的 就是这种做法的 最后也就是 也不给自己留路 第六呢 我就讲一下中国的 和人的三种前途 这还是九年以前的分析 无疑的 我认为最好的前途呢 是党内民主 党主的一些 有序的走出丛利 当然我并不认为 这是中国唯一的路 就非常可能 就中国共产党 也不会选择这条路 你看几百代 几百个帝王 都绕不出的历史怪圈 那凭什么中共就那么幸运呢 就可以绕出来 但我认为呢 这是一条 代价最小 阻力也最少 一条路 就党主力现在这个主张 首先就习看不看得到 先打个对折 一半可能他根本没看 那看到之后呢 能不能接受再打个对折 他只有25%了 那就算呢 真的接受了 认真去搞 能不能搞成 还得打个折扣 所以三个折扣打下来 最多就12.5%的成功可能 那第二个前途什么呢 中共前途就有序的解体 那东欧各国十几个国家 东欧就六七个国家吧 然后苏联呢 十几个加募共和国 最后走的都这条路 有序的解体 有序解体的结果什么呢 就共产党下台 经济呢 滑坡 国家分裂 就原来什么样 回到什么样 杰克斯拉伐克 以前两国家 现在就变两国家 南斯拉夫过去呢 有多少个部族 现在就是多少个国家 分裂成六个吧 苏联呢 加募共和国 前路变成独立国家 总之打回言行 但它有个好处 就是军队稳定 政治呢 也不清算 就所有这些国家 他们的新政府的官员 一半以上呢 都是来自于旧的政府 旧政权 没有政治清算 不找后章 所以基本还是稳定的 那第三个前途呢 就最坏的 就是无序的崩溃 这就是坏一条路 也是历代王朝 最后走的一条路 一百年以前 1924年 有前倾的以老郑孝旭 曾经提出了一个三共论 当时被称为民国的第一语言 第一 政治语言 什么三共论呢 十个字 先共和 后共产 最后共管 那讲的是什么呢 先共和 1911年 共和灭了大清 后共产呢 1949年 共产灭了共和 最后共管 还没有发生 他所指的共管 其实呢 就是中国崩溃 被国际社会共管 为什么用那个词呢 因为一战以后啊 很多就是地位不清不白的 就不明的地区呢 就太平洋上一些岛啊 还有地区呢 就被国联共管 所以他指的就是那个 所以叫共管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说呢 第三条路呢 就是中国呢 一旦崩溃 被国际社会 被联合国啊 或者怎么样 就有趣的是啊 多年之后 我有一三个朋友 一个叫王立雄 一个叫李杰 一个叫卢迪 他们各自写了一本 政治预言小说 其中两本呢 是发在和平的 明镜给出版的 王立雄的 黄霍和李杰呢 写了一本 政治预言小说 卢迪呢 这个书呢 是他自己出版 也是个小小说吧 政治预言 这三部政治预言小说 结局都是同一个场景 就中国在一场的核战争中崩溃 最后被国际社会共管 有趣的是呢 这三个朋友啊 他们写小说的时候呢 互相不认识 应该是在 在我们家认识的吧 我们家客厅里面 而他们各自也没有读过 这个三公论 就是英雄所见列同 都想到那去了 这是中国可能有的一个 最坏的前景 二七 微弱雷卵和一手好派 就从一个角度看呢 前面已经讲了 习的情况呢 非常危险 换一个角度呢 社会有非常希望 国内一个黄二代的朋友 十年以前 跟我有这么一段对话 他说一手好派 打到胶着的地步 问题出在思维上 他继续说呢 他在反腐必须汇集人民的问题上 习完全没有千金散金 反复来的气度 至今一毛不拔 守财路岂然成大事 正如当年 他父亲呢 跟林彪在东北搞土改 当时就是借地主之田 买人民之心 借花献福 空手套囊 不到一年 反败为胜 尽夺东北 解放全国 而这些行之有效的 大智慧呢 老大似乎呢 确然完全不懂 岂有不舒之力 所以他最后结论呢 说一手好派 打到今天焦灼的地步 怪谁 这个朋友在讲的呢 是明星 就反腐是成功的 他明星没有收拾起来 因为没有千金散金 反腐来的气度 老百姓看不到反腐的好处 看到的呢 反而是反腐的折腾 而比明星更重要的呢 是关心 希望铁碗的反腐 我们都看到 把刀悬在所有的判官的头上 而同时呢 也是他们自己呢 成为的重视之地 千夫所指 无疾而终 换一个解呢 就是说 希望他们出事人多了 暗杀 死亡 恐怕就是个大概率事件 其实 曾经出行的时候呢 不设法 不侵入 现在呢 保安是非常严密 我可以想象 一定发生过一些非常事件 宪政啊 这东西 它不是革命 就革命的目的是取而代之 消灭既得利益集团 而宪政的目的呢 它是宪政制度的自我完善 它离不开极的利益 的支持 就革命我们知道需要斗争 而宪政呢 它必须妥协 今天这个情况 就无论是 民不聊生吧 还是官不聊生 其实都是为政的失败 有人说呢 过去三十年是民不聊生 确实如此 每年几十万起的群体事件 那现在这十年呢 几乎没有群体事件 但是官不聊生 官不聊生并不简直就是一件好事 你看 所以对习来说 当下的局势 就有点像是辽整战役一种 到底是打长春 还是打锦州 这么一个争执的事情 现在回头看呢 我们很清楚了 当时如果要打长春的话 恐怕就错了 因为那样的结果呢 是输是输 赢了也是输 丢到长春以后呢 国军的主力 他一定会退去华北 那是一大块 华北本来就几十万 再退回来几十万 那林彪呢就 下面就很难在 而打锦州呢就不一样 锦州打下来 确实就是关门打狗了 一战而拔天下 那今天中国局势呢就是无休止的反腐清党 就这记住呢还是十年以前九年以前的东西 既得利益集团呢与你拼命 而搞宪政的行大赦 既得利益集团呢为你拼命 说数好数坏不言而喻 就当时的情况其实就是呢 万事俱备 直欠东风 如果能够走党内民主 党主离线那条路的话 中国很多事情呢 可能会跟今天不一样 这是15年12月 在Princetland写的一篇东西 这东西呢回过头来看呢 有一个基本的错误 我假设呢习一上呢就是大权在握 很多事他想干就能干 事实完全不是如此 他根本没有那些权利 前五年基本上就是搭建一个班子 因为留下的呢 都是有团派的人也好 上海将争的人也好 可以说当时的腐败呢 已经到了骨髓里面 所以他前五年 基本上就是以反腐建立自己班子 十九大呢 他建立的是自己班子 但是刚领的并不明确 二十大恐怕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开局 那下面我再讲一点其他的东西 就是说 中国人讲究就修养的最高境界 一般是讲到宽容 但实际上宽容只是呢 就不跟异者一般见识 就我不强加于你 这叫宽容 比宽容更远的一个是什么呢 是多元 多元就不是说呢 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不强加于你 他是承认异议者呢 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他讲的是条条大陆通罗马 自己活也让别人活 结果42年以前到刚到Princeton的时候呢 我有一个同屋 这个同屋呢 是一个很虔诚的一个quaker教徒 我们也知道Princeton是那个高级研究所 就是爱因斯坦研究所呢 和多元论哲学的产生的地方 就爱因斯坦是不相信 他是个意愿论者 他是不相信了上帝在玩自骰子的游戏 而他的同事就波尔呢 跟他是有一辈子的争论 他是相信了多元论的 所谓多元论的量子表述呢 就是说上帝就是在玩自骰子游戏 我这个同屋呢 是第一次教我的什么叫多元 当时我刚到美国 经济就是英语不行 那个学习压力很重 所以晚上呢经常就是熬夜 我们俩住一个寝室 他呢也不是一个好的slipper 我这一动呢 椅子他呢就翻身 我知道我试堂是在影响他 但他从来没埋怨过 就一年完了 我们俩分手了 但是每年要换一个室友 就我就问了他一句话 因为他对我的照顾这一年是无微不至 但是呢他却从未试图呢 拯救我的灵魂 从来没想到叫我 请基督啊 带我去教会啊 从来没有过 所以分手的时候我就问他一句话 我说你为什么不劝我呢 请教呢 他的回答 我现在记得很清楚 是什么呢 to I believe in God 我相信上帝 I think I'm right 我认我是对的 and you don't believe in him 你不信上帝 you might be right too 就你不信上帝 也许也是对的 我是第一次发觉 居然还有这样考虑事情的人 我信上帝 我认我是对的 你不信 你也许也是对的 这实际上就是语言论的东西 就多元论 受他的启发呢 我就去找那本多元论的书 我记得那叫 unpluralism的书的名字 具体作者忘了 那书的非语上面 有这么一句话 他说 I must be a monist if I can 我必须做个愿论者 如果做得到的话 但是下一句是什么呢 and a pluralist if I have to 就说呢 如果 我必须的话呢 做不到的话呢 我可以做一个多元论者 就这句话的意义 在我看来实际上挺深刻的 就作为呢 人 生物学上的人 恐怕我们所有人生来都是医院论者 我们都愿意相信啊 我们相信的东西是正确的东西 我们的太太呢 就最贤惠的 我们儿子就最聪明的 我们参加的那个组织好政党 就最有前途的 大概都有这个本能的期待 就像爱因斯坦认为呢 就上帝不会再玩自材这个游戏 然而呢 作为一个social beings 就做human beings吧 所以我们都有前面那个议院论的期待 但作为一个社会学上的人呢 我们认识到呢 我们儿子呢 也并不是权威 我们参加那个组织好政党也好 最后呢 也腐败了 我们相信的东西呢 最后证明呢 也不是正确的 等等吧 所以对社会学上的人 some of us 我们中间有些人 最后会意识到 就真理 就像空气一样的 不可能被垄断 你有人家也有 所以这个意义上说呢 我想如果我们能够进入多元的话 就突破自我进入多元的话呢 中国的宪政也好 中国的民主也好 恐怕会更容易一些 就在当权派 想的东西 和革命派想的东西 如果能朝多元的方向去 综合一下 恐怕会好得多 也就是说只有当左右两派坐在一起 尊重双方的政治人格 不再用什么汉奸五毛之类的语言 去侮辱攻击对方的时候呢 中国民主才有希望 那同样呢 也是中国的上层 不再一天当晚想千九万代 不再想呢 就是跳出周期率吧 下层呢 不再想取而代之 就是更多的建设性的意见 这恐怕才是最后的一个 中国的一个出路 我还记得呢 在57年搞双北方针的时候 如果我没看错 当时现在毛泽东 他是想 给中国人更多的民主和自由 用民众的力量 知识问题的力量 来防止执政党的腐败 当时我记得 五六年他说嘛 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 要想找条新的路 搞双北方针 给党听意见 十六字 有着改制 无着加勉 但是呢 民主党派呢 对质于什么呢 轮流着装 党天下 清算共产党的历史罪恶 这个事最后就走到了反右 那同样1989年呢 邓小平当时已经在考虑新闻立法 党政分家 政治改革 广场上呢 却打出了大道邓小平的口号 所以很多事儿是双方 如果说都放弃自己的极端要求的话 或者是一个妄念的话呢 是可以达成的 那今天先就基本就结束在这儿吧 已经有点过长了 谢谢大家 下个星期再见 谢谢您收看民企火拍 敬请您点赞订阅 打开小铃铛 并分享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